上个世纪60年代末,16米长的毕加泵车在德国问世 1986年,62米长的毕加泵车诞生 而在2011年9月,全球最长80米碳纤维毕加泵车 在我国中年众科诞生 紧接着,在短短一年后的2012年9月28日 中年众科再次宣布,实现了101米长的毕加泵车 这一突破,妥妥地被认证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到底什么是毕加泵车,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提到过,高层是通过塔吊建造的 但是,高层的主要建筑材料混凝土,则需要使用的是毕加泵车来运送 首先毕加泵车会将混凝土卸料到泵车料斗 然后,由泵送系统压送到输送管,最后经软管排出 毕加泵车主要由底盘,转塔,毕加系统和泵送系统组成 其中,底盘主要用于泵车移动和工作时提供动力 毕加泵车就是在载重汽车底盘上进行改造而成的 然后,是底盘中部的转塔,为毕加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底座 是整个毕加可以在底座上360度旋转,接着才来说说最重要的毕加 毕加系统主要由多节毕加,连杆,油缸和连接件组成 根据毕加间转动方向和顺序的不同,毕加会有多种折叠方式 最常见的就是Z型,因为Z型架在打开和折叠时的动作最为迅速 最后,泵送系统是混凝土泵车的直行机构 混凝土最终的去向都是通过泵送系统来完成 简单来说,毕加吊车就是利用压力将混凝土沿着管道连续输送的机器 它可以一次同时完成现场混凝土的输送,泵送性能好 布料范围大,机动灵活和转移方便等特点 为施工人员提供了不少便利,特别适用于混凝土胶筑需求量大的工程 不过,对于高层来说,当然是毕加越长越好 比如,上述的全球最长毕加泵车 中连重颗101米碳纤维毕加泵车 可以直接覆盖到30层楼高以下的位置 完美地体验了一把,会当灵绝顶,一览重山小的感觉 这个泵车,结合了碳纤维B架结构7节B技术 B架减震,以及运动协调控制技术 是泵车研制领域最尖端的技术 最大泵送速度,超过了245立方米每小时 B架布料效率,提高了15%以上 它的底盘采用的是斯坦尼亚的七桥卡座底盘 B架的后三节,采用的是意大利CIFA的碳纤维技术 并且还结合了仿生学原理 将B架减轻了40%以上的重量 解决了传统钢材疲劳开裂等问题 同时,B架减震技术 还可以在施工时减少50%以上的晃动 操作起来会更加安全基准 预告 感谢观看